大家好,我是Conan 又是時候來到這個曼聯球季總結球員點評的時候 第一節錄音我就講了卡斯美路這位球員 來到第二段的錄音我就要講這位球員 先講一些背景資料 這位球員其實就是在蘇斯卡查的年代嘉文格 他是在冬季轉會槍那裡簽回來的 這位球員在這幾年的曼聯生涯裡面 都在曼聯隊中擔當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亦都貢獻了很多入球,貢獻了很多助攻 而且他也是我們球隊的十二馬會之首 講到這裡其實都呼之欲出 我要講的這位球員就是班奴費蘭迪斯拉 班奴費蘭迪斯在二零年的一月加盟曼聯 至今都三年半的時間 看看一些數字 跌至到這三個半球季以來 其實班奴費蘭迪斯已經在曼聯射入了六十四個入球 計上助攻其實都是超過了一百個入球貢獻 其實對於一個中場球員來說 無論是從一個入球數字去看 從一個入球貢獻的數字去看 都是超越了很多中場的數據貢獻 其實這個數字甚至是超越了迪布尼 迪布尼在前三年半的時候都沒有入那麼多球 去到去年二二年的四月一號 大家還記得嗎 當時班奴費蘭迪斯和曼聯續約 當時坦克是未上任 但球會的高層已經是適先和他續約 不知道當時球會高層有沒有和坦克談過 因為我不太記得當時請了坦克美娜 但當時可能在未落實新領隊之下和班奴費蘭迪斯續約 我很記得當時因為四月一號 所以有很多球迷包括我們曼聯的球迷 都笑是不是漁人節啊 不要搞這些事情 但當然球會的簽球員 就算在漁人節那天出街 都不會是漁人節的消息 因為都必定是真確冒伍才會鋪出來的 那麼班奴費蘭迪斯正正式式就是逐約了 而坦克來到呢 其實都是十分之重用他 那麼這一季來看呢 以二二三球季來看呢 那麼班奴費蘭迪斯給大家的印象呢 兩個字形容得了 就是鐵印 為什麼呢?因為呢 班奴費蘭迪斯基本上是每一場球都有上陣的 那麼其實呢看回這個球季 班奴只得三場賽事 是沒有下場的 那麼第一場就是聯賽 那麼作客維拉那一場 那麼我們就輸了3比1 第二場呢就是聯賽杯的八強呢 我們就主場贏查爾頓3比0那一場球 還有呢下半季 那麼我們呢 歐霸杯的八強呢 我們作客輸給西維爾 3比0那一場呢 班奴費蘭迪斯也是沒有出到的 那麼這三場都有一個共通點 那麼就是什麼呢?就是班奴費蘭迪斯 那個缺陣的原因呢 都是只有一個 就是停賽 那麼就是說他不是停賽的話呢 他就一定能夠上陣 那麼這個呢 真是要頒一個勤工獎給他 所以他就有這個曼聯黎珊之稱 那麼為什麼會有黎珊這個稱呼呢 那麼我想呢 就是身為香港人呢 都一定是知道故中的原因 那麼我就不在那裡多說 那麼這一位曼聯黎珊呢 那麼今季其實都 今季曼聯踢了六十幾場球 他都差不多踢足 那麼多 而且呢 他被換走的次數呢 都是不多的 那麼這個球員呢 老實說 其實以往在蘇斯特查的年代呢 他都踢得很多 不過也是經常上陣 蘇斯特查是很少給他休息的 那麼所以呢 只能夠說呢 他那個 身體的質素呢 真是十分之好 那麼就看回那幾場決陣 那麼剛才都說了 輸給維拉 3比1 那麼還有呢 歐巴布我們輸給西維爾出局 那麼其實 只有一場贏到球 就是對查爾頓 但是呢 查爾頓是英甲的球隊 那麼其實都看到一個 分別就是 沒有班奴菲林歷斯 跟有班奴菲林歷斯的分別呢 已經是很不同了 其實沒有班奴菲林歷斯呢 我們是很多時候都搞不定 三場球 我們都已經輸了兩場 那麼當然 有班奴的時候呢 我們都不是百分之一百贏了 但是呢 其實班奴菲林歷斯 對於曼聯的重要性呢 都是非常之高的 因為呢 他的踢法 比起以往蘇斯特查年代呢 都已經是很不同 今季的班奴呢 其實 為曼聯帶來了很多的 除了是入球貢獻之外 而且呢 他的跑動範圍呢 也比以往更加積極啦 所以呢 是可以彌補到很多球員 覆蓬不到的位置 那麼 就算找其他球員頂替他呢 效果都是一般啦 就是看回 雲迪碧克啦 未傷之前呢 其實都曾經試過 踢班奴那個位 其實就是 效果當然是非常之差啦 就是看回維拉那場 都知道啦 那麼 另外那兩場呢 就 講回西維爾那場呢 就用了 沙比薩去頂替他的位置呢 同樣都是沒有效果的 都是給對手 任人如肉的 那麼 所以呢 都真的看到這位球員 那個重要性啦 那麼 那麼下季 會不會有他的替代品呢 即是 不是說要替代他 即是後備 上次都說 買過卡斯米諾的後備 那麼 班奴的後備又要不需要買呢 那麼真的 又是要仔細些去觀察一下 不過今季來說呢 應該說下季來說呢 中場就未必是 球會第一目標需要買的 所以呢 即是班奴可能又要頂多一季 全騰上陣 即是 不知他頂得住啦 那麼 真是 看回一個很驚人的數據 就是他家民以來 原來呢 他只是因雙病 缺陣的賽事 只有一場球 那麼日子來講 原來都只有兩天而已 那麼其餘的時間呢 他都沒有因為雙病 而沒有上陣 除非教練不怕去錄場 這麼解釋 那麼所以呢 這一點呢 同樣都是很值得去稱讚啦 那麼還有今季來說呢 其實 班奴的菲林斯雖然在名義上 不是我們的政隊長啦 那麼政隊長依然都是麥戒亞的 但是呢 麥戒亞今季的正選上陣機會呢 已經是大大的減少了 那麼所以呢 基本上 今季大家都已經認定了 班奴才是政隊長啦 那麼始終他的上陣次數 都是遠遠高於麥戒亞啦 那麼所以呢 所以呢 他雖然是副隊長 但是呢 濫起隊長比長那個 通常都是班奴來的 那麼我自己覺得呢 班奴有沒有做隊長的氣質呢 那麼當然是有啦 而且也是比麥戒亞好 這個必然的了 不用說 那麼有時候 靠他去鼓勵球員的士氣啊 或者 有些事件發生了 可能要跟球證去理論一下 那麼班奴法蘭力士呢 往往都看到他是很著緊的 那麼當然 過火的著緊呢 都不是一件好事 那麼 都有一些的污點啦 譬如 我們輸給利物浦7比0那一場呢 他曾經是 推旁證 那麼這個動作呢 非常之不要得 那麼接下來真是 除了個球技 希望他再繼續進步啊 希望他繼續走多些啊 之外呢 希望他改埋這些壞習慣 就更加好啦 不用經常被人說 操狂佬發作啊 就是 你說好像麥戒亞那樣 完全沒有火 那麼當然大家都不想 但是被人說操狂佬呢 那麼我也都是不想見到的 那麼著緊是一件好事 那麼 但是怎樣去控制呢 這一方面都是很緊要 那麼過了下一季 班奴都踏入二十九歲 這個球員的黃金中場年紀來的 那麼 究竟他還可以踢多久呢 真是不知了 那麼 會不會離開曼聯呢 我也都不知了 但是我希望短期內就不會的 那麼 所以就都好感激他這一季的貢獻 雖然坦克用 班奴法蘭迪斯的用法 跟蘇西亞查都真的很不同 因為蘇西亞查是主要靠 班奴一個去做球 做功的 但是今季坦克來的就不同 因為今季就簽了艾力臣 所以艾力臣也是分擔了派牌的工作 卡斯美露來到其實也是分擔了 班奴以往在蘇西亞查年代底下要做的工作 因為蘇西亞查年代的他 其實真的要做很多事情 這個派牌也是他 然後入球也是他 組的全部都是靠他一個 但是現在坦克 就不會只是一個球員做那麼多事情 其實這個也是減輕了班奴的負擔 也都解釋了給你聽 為何班奴仍然可以上陣 那麼多場都無受傷呢 這個都是很關鍵的 不知道密加亞下跪走不走 如果密加亞下跪走 即是說班奴是順理成將會成為我們的政隊長 希望他繼續在曼聯開開心心 繼續為曼聯帶來錶 高舉長輩的希望下一季是他 那麼今節先說到這裡 下一節說另一位球員再見 拜拜